纵观余生 这部剧不过是一部毫无内涵的流量剧 但是随着慢慢对余生的了解 才发现流量并不全是糟糠 除了肖战之外 年近30岁的杨子 在扮演剧中人物灵之孝的时候 也是毫无违和感 把女主的满满的青春气息 还有温婉聪明的特质 展现的淋漓尽致 在很多电视剧收官的时候 主创和演员都会发文告别 但是不得不说 肖战和杨子的告别文案 感动了我 相信也感动了很多喜欢余生的观众们 因为他们的告别 字里行间没有做作的文案 有的只是温暖和真诚 由他们饰演的余生 成功之处在于 引起了绝大多数人的共鸣 看到剧中的人物的亲情和爱情 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曾经 或者心中充满憧憬的未来 也在绝大多数人的七月发生 对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